现在要关心的就是在那个当下 我们援助民族的这个政治精英 他们是看到了什么样子的一个契机 然后采取了什么样子的一个行动的策略 是因为他们看到了什么样子的一个情况 这个部分是不是我们请这个 汪副座来跟我们做一个说明 好 这个 当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周祖二二八事件 可以说是涉入最深的台湾原住民的族群 不过它的历史背景 其实是可以 可以稍微做一个比较通盘性的来观察 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 这个在1949年 也就是民国38年 那中国 中华民国的蒋介石 因为国共的内战 最后被共产党打败 然后他可以说是 这个可以说是流亡到台湾 而且在那个时候 在那个之前 也就是二战也是刚刚结束 所以这两个事件 对于这个国民党的政权来讲 可以有两个事情 一个就是它跟日本之间的关系 它是仇日的 因为八年抗战 所以牺牲了很多 另外一个就是刚刚 就是1949年 这个10月1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了中华民国 的一个新中国的建立 所以它是恐共的 是仇匪的 这两种的一个 时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所以这样的一个 可以说国民党 他当时的这个心团 大概处于这样的一个氛围 所以他采取必要的 高压的措施是必然的 可是这原住民的 太亚族跟州族的经营 很多是日记时代 他就读师范学院的 就是高 就等于是读大学的 这些人他在读大学的时候 日本统治51年 其实他是有系统去培养 这些原住民的青年 这些青年将来也都是要到 协助日本去做这个部落的治理 那高一生跟李瑞昌 他就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例子 那他们也不是那么没有思想 没有见解 他们其实在 在师范学院的时候 以高一生为例 他们就接触很多一些思想 包含这个社会主义的思想 比如说他最有名的 就是高一生他读过这个哈维先生 那里头就是讲怎么样 训练这个农场 农民 然后让他提升他的贫困 体弱 贫病 还有愚昧的这样的一个条件 让他帮助他能够怎么样去 透过教育来学习知识 或者是说怎么样去组织 习得一技之长 然后可以改善这个生活 其实他是很符合社会主义的 一个想法 这个为什么会对高一生呢 他们好像非常打到他的这个想法 为什么呢 因为他想到原住民 原住民其实是非常有集体性的 一个 所以他就这样的一个思想 他们就当这个新的台湾 就是说脱离了这个日本的统治 然后中华民国 虽然刚刚讲的过程不是很顺利 来接这个 这是一个时代的一个巨轮的一个转变 他们其实也可能也知道 这个孙文的三民族 因为在很多历史的迹象里面 他有阅读过这些东西 所以孙文的这个思想 他其实很符合他们所接触过的 就是比较倾向于社会主义的 社会主义的那样 对 一些思想 所以他们其实就后来就在 大概民国36年 1937年 在1939年之前 对不起 1949年之前就已经是提出了 所谓的高杀族自治的概念 因为他觉得这个时候 应该掌握这个 一个时代变化的一个契机 然后为自己原住民 能够当家做主的一个契机 所以提出这个自治 自觉 所以按照这样 附作这样子的一个分享就是说 其实在1949年之前 高一生等人 他们就已经具备了民主自治 这样子的一种思维 所以我想